记者王毅新综合报导周汤豪昨晚3日在高雄剧举办Real Live演唱会 图环球音乐提供歌手周汤豪昨晚3在高雄巨蛋举办Real Live演唱会 演唱过程中他一度感落泪 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会后他受访显得不好意思 表示自己平常太矜持了 另外 深田石控的他 事前为了备战演唱会借糖 借淀粉 呼天天吃芭乐 周汤豪Real Live高雄场顺利落幕 他受访提到这一个月来积极控制饮食 希望能受回刚到的目标 无奈表示 因为我除了工作 我只剩吃 吃就是我人生的慰藉 让我快乐的事情就是吃 剥夺这件事非常痛苦 虽然高雄场比较放松 但力需求仍是相当大 周汤豪更透露上次台北开 前还大病 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做到 自豪体力猛 今年他凭帮妈妈比利制作的比利卡厉害 入金曲奖最佳单区制作人奖 昨晚与妈妈在台上演时 他表示 真的很难想象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 的事情 你可以跟你妈妈合唱 一起入围金曲奖 经营了你懂吗 人生的机遇已经很够了 能入围金很满足了 周汤豪帮妈妈比利制作的比利卡 还入围金曲奖最佳单区制作人奖 图环球音乐 公